我們在圖叫做蕭遣 蕭遣跟那個演繹的部分 我們剛剛主要講到的是 我們分享蕭遣的比較多 我很摸著 我很摸著聽姐講到 凡事都可行 讓不夠有益處 凡事都可行 讓不夠招就好 還有目前六章 十九年 二十天 你其實是你們的聖職就是聖靈的殿嗎 聖靈是神 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 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因為你們是仲駕白人 所以要在你們的聖職上擁叫聲 Amen 你過時假也是就是想說放假了 就會有種想就是想要放鬆的心情 然後就是有時候做一些小錢 反而就太過了 就是有一種就是 一定不是就是我想消遣的事情 一定是我已經把消遣當成生活 就有種覺得主啊 天啊 我的生活快窒息了 我需要主 我需要主來拯救我 對 然後我摩著他 他說凡事都可行 但不是法事都給我一處嗎 就是我覺得就是 我們是像弟兄以前有交通道的 就是我們要向著生活 可是我們是要為著建造的這樣子 然後我很摩著就是 有時候我在子妹子家有時候 我的光景就是 就是也是不是一直都會很剛強 雖然就是人就是難免都會 就都會軟弱 可是為著就是為著身體的需要 其實我覺得就是有時候 還是需要為你贊助 就是不要因為一些就是自己 自己就是想自己的肉體 就是或者是自己的心思發展了我 然後就是反而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太過的事情 然後姊妹們看到可能也會覺得 欸 這樣沒什麼 所以他可能也可以去做這樣 嗯 所以其實就是問摩著他說 為著家裡的人啊 為著自己 然後其實家裡 他就說到你們做父母的人 對於家裡的孩子 許可他沒有什麼種的 什麼種的消遣 才是合乎基督徒的體統呢 我們每一個做的事 很多女的人都要清楚 因為這件事上也有漏洞 馬上是接近到家庭裡來了 然後就我摩著就是 其實我們姊妹之家 姊妹之家的姊妹 其實大家都是同爸 然後有些人有些人也是 像其實我是 我住姊妹之家有一段時間了 就覺得欸 其實我要長大了 對 然後哇 主要不能對神家裡的孩子在 不能在對神家裡的孩子 就是有壞榜樣這樣子 對 我需要起來 我要來取這個負擔 對 算是有時候我覺得 將主的奉獻是有點 有點就是覺得割捨不掉 可是主我寶貝主能夠困破我 主耶穌啊 我需要被祂的那個愛的蠟草 一撥一撥的提到 就是致死我的肉體 然後關於言語的部分 就是其實我也是很摸著 他說舌頭就是本木 因為其實常常人在講話的時候 就是可能不經意的就會傷到人 或者是就是心裡會有一種慾望 就是會想要講一些不好的話 就是也許不一定是就是講傷害別人的話 可是顯化也是 其實顯化也是說不得 對 就是我很摸著就是 我們不能從一個嘴巴裡面講出 又是讚美的話 然後又是傷害人的話 對 我也是滿被提醒的 又再是被困破 就是主啊 我們都要在這些事上能夠驚喜 阿妹 謝謝主 阿妹 你 我都不夭妳 呢 2 谢谢大家